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我是Jack 下面就由我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学习Python自动化运维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堂课 来给大家做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大纲 首先,我们这门课程针对的培训对象 第一,有Python开发基础的技术人员 第二,对运维部署有兴趣的技术人员 第三,有Linux基础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基于Linux系统开发的 第四,有Jungle基础 我们下面有一个Web系统 就是用Jungle作为开发的 如果大家对于Jungle不是很熟也没关系 到时候我会带大家一步一步的走 然后我们这门课程前面是四节课 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动化运维 和使用Jungle使大家一个小的自动化运维的一个平台 上面就是一个Web接用控系统 然后结合Jungle使用一个更加强大一点的功能 稍微完善一点的运维平台 好,大纲就大致是这样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课评 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吹吹牛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自动化运维 后面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后面会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到时候上期课来你就不会这么陌生 是吧 在开课之前呢 我会想给大家讲一几点 就是说我们课程当中啊 你什么东西你应该重点掌握 什么东西你应该作为了解 到时候大家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没有必要的东西上 这就很不划算了,对吧 第一个,工具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学习工具的思想 你要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工具 如果你浪费很多时间来专门精通一门工具的话 有一天你们项目经理说 要换另外的技术 你也要学习另外的新的技术,对吧 而且在公司里面经常换技术是很常见的事情 有的时候一个项目进入了尾声的时候 一个功能实现不了,完成不了 要去换另外的技术 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相反的,我们掌握了如何学习使用工具 不管你们经理说换什么技术 你三下五除二很快就能够上手了 大时候你们经理对你也刮目相看,对吧 我认为,对于一门新的技术能够很快上手的一个程序员 才能够称得上手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其实对于学习新的技术而言 就是看文档 跟着文档走,很简单的 很多时候你跟着文档走就能够很快的上手 我们也不用去了解底层的一些原理,对吧 只要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要求就可以了 而且一个优秀的工具呢 肯定会有很好的文档 这个是肯定的 假如一个工具很优秀 真的很优秀 但是它的文档不好 然后肯定也就没有人会使用它 我们看一个工具的好话 肯定第一步就是看文档 第二步就是看它的一些步骤啊 这些能够实现的一些功能 这个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在公司中真实的开发的一个流程啊 这些 当时如果大家出去面试的话 也可以跟面试官吹一下我们的一些项目经验 对吧 当时你就更容易拿到一个offer 反正你拿到offer再说 进到公司以后 你就表现得积极一点 态度好一点 就算你能力差一点也没什么 公司一般都不会轻易开除你的 好了 不跟你们扯远了 开始我们的课题 什么是自动化 我们这里讲的自动化 主要是对于偏软件的方面一点的 主要就是对于软件方面的一些用意 然后这里理论性的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我给你们讲一下自动化运维的一个由来 你要知道 一个互联网产品是有很多很多的服务组成的 而服务类包含了很多个模块 这些模块不属在成千上万的服务期上 由于互联网产品的特点 产品更新速度很快 这点大家都知道吧 运维人员每天要对 大量的模块进行维护操作 模块的维护操作又涉及了程序的更新 布置的配置的修改 数据传说 以及各种自定义的命名的执行 在运维的早期 运维人员大多数都是通过手工来操作的 或者编写效果脚本的方式 将模块化 更新到生产的环境当中 我们称这个阶段为时期时代 一点都不相近对吧 这个阶段的问题也就很明显 重复性的工作还要人工来介入 手工的操作并免不了的 就是带来很多的误操作这些 前段时间协程就是因为运维人员 就是误操作了 然后删除了一些数据 导致了整个系统的瘫痪 对吧 这是很划不来的 他们损失也就很大 自动化的方向 主要就是解决的问题 是尽可能的将模块从发布到更新 到生产的环境这一过程中 所有的工作都实现自动化 使部署工作更加安全和高效 一个模块部署工作的自动化 需要就是把这个模块的发布和更新方式 给固定下来 固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是要搭建一个自动化运维平台 来完成各项部署的工作 运维人员就不用再输入大量的秘密 和编写复杂的甲本 只要在一个web项目上面 直直点点就可以完成 对成千上万台服务器的一个操作了 这就是自动化 现在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 一套运维的工具 因为适合自己的东西 才是最好的东西 如果你完全使用别人的东西的话 很多东西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 不过别人的东西也有写的很好的 我们能够用的就用 后面一个jinkens就是 到时候我会带大家一起使用 自动化运维能够实现什么 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总结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开发人员只管开发写代码写测试 然后提交代码 后面他会自动的进行卡测试 boost这些 他会读我们的配置文件 boost到哪个服务器上 所有的这些都实现自动化 这就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了 讲运人之 就是说我们程序员偷拿 这就是自动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 自动化就理论性方面的东西就想到这里 然后后面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些技术 我们后面会使用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技术 我们后面会使用的一些Github GIT GIT就不说了吗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主流的蓝盘控制系统 Github就是基于GIT做的一个免费的远程仓库 然后国外很多都是把代码放在Github上面去的 作为一个开远的一些项目 Docker Docker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轻量级的容器 到时候我会使用Docker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Docker 然后也是一个很火的技术 现在很多公司也在用这个技术了 然后谷歌也是大量推荐这个技术的 今天是后面我会给大家讲这里就不说了 Jungle Jungle也会讲 AnglaJS 这里说一下 AnglaJS是一款很优秀的一个强大的JS框架 大家之类的一些JS框架 比如说JQuery JQuery现在是很流行的嘛 AnglaJS是谷歌才开发出来的 不能说才开发也是很久了 但是谷歌也在大量的推荐它嘛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端的框架 那时候我们开发的一个流程就是 Jungle完全写API 然后AnglaJS写前端 我们不会用Jungle的那个模板来写HTM代码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就是前端源和后端完全分开的一种模式 Sungle Sungle是一个时时日制的一个平台 也是Jungle写的 在Github上面一个开软的一个项目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也会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这里给大家推荐三本书 第一本Learning Python 我把它理解为一个Python入门级的书 第二本就是Python进阶的 第三本就是Python精通的 然后第三本书的话有一个中文的一个文档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 也不用去买书了 节约一点下嘛 财量本我就没有去找了 大家可以去买书嘛 这里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常用的一些酷 第三方的一些很好用的 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课程我也会用到这些技术 到时候 大家在课上用到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吧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